國內有家辦公用品大廠 生產設計的平板支架 是被使用在美國總統大選 成為另類的台灣之光 其實他們創業初期 只是國際貿易商 後來接觸的客戶多了 乾脆自己來研發人體工學辦公用品 製造出的腳踏墊 不只賣出超過百萬台 也外銷全球五十多國 而劉美攻讀理工碩士的二代何久軒 因為爸爸的一句話 放棄現在最夯的半導體設計 回家接班 兩代攜手共創 上億營收 鏡頭裡的主角看似平凡無奇 但其實是 真正的台灣之光 這是2002年的時候 美國總統大選在紐約所使用的投票機 這整個支架是我們做的 因為它是看上我們支架可以互換的功能 無論哪一代的配機型 都能迅速無縫接軌 還可以原地旋轉 這些功能都是業界首創 更一舉紅道 美國大選 我一個朋友住在紐約去投票的時候 竟然他是使用我的投票機 他已經開了一張照片傳給我 那我看完之後就覺得 沒錯 有沒有覺得很驕傲 老實說當價是非常驕傲 新北這間辦公用品大廠 當年只靠二十萬元創業 沒想到四十年後身價翻倍 不只締造數億年收 外銷版圖 更高達全球五十多國 靠的就是這些辦公小幫手 長時間坐在辦公以上 然後你的姿勢不正確 造成肩頸 手肩 然後肌肉痠痛 那回到家之後 你會用平板 然後用手機 所以由此可見 就是從開始上班 一直到你睡覺前 身體的壓力其實是非常大 早早看準現代文明病 帶來的市場剛需 他們把痛點視為商機 比別人更早贏在起跑點 他現在坐在辦公桌前面 因為我們keyboard現在在桌上 帽子也在桌上 所以他會造成 其實是胸椎往前傾的狀況 我們其實第一個步驟 是要當然要坐鎮 先坐鎮來 然後坐鎮之後 為了防止頸椎往前傾 所以要使用這個monitor stand 於是他們打造了 符合人體工學的螢幕支架 和鍵盤支架 替上班族減輕身體負擔 因為膝蓋的角度 如果是90度或小於90度 的話對膝蓋的傷害是最大的 所以放上去之後 我們的角度是大於90度的 對於膝蓋的傷害 跟磨損是最小的 尤其是這款人體工學腳踏板 早在一九九零年代 就已經外銷全世界 累積銷量超過百萬台 是名副其實辦公用品界的 引擎冠軍 直到現在他們依舊是一個貨櫃 一個貨櫃的趕工 在這一千多坪的廠房裡 機械手臂就像大型夾娃娃機一樣 在空中來回取出成品 這邊是我們的當化的工廠 那基本上都是生產這些 我們人體工學的產品 這些零件 然後每一個零件呢 其實都要一台機器來射出 光是一個腳踏板 就要射出超過20個零件 源頭全來自這小小一顆塑膠粒子 溫度把料融膠 它順便直接射出到模具裡面 模具裡面大概冷卻一段時間 才可以開模神情 東西才會完成出來 甚至成形過程中 師傅都得繃緊神經 因為從壓力速度到冷卻溫度 每一個細節都是決定性瞬間 這個看起來像雞肋的零件 你如果射出風差有錯誤 這邊如果有干涉到卡到不作用的話 這整個產品就報銷了 它最重要的最精髓 所謂的滑動面板上下高度調整 可以因為這顆零件就完全失去功能 射出好的零件還得再送往二樓組裝線 經過十人大隊一一組裝 並且仔細確證到位 這個一扣要扣住 不然的話這個螺絲鎖鎖鎖鎖 就會螺絲會掉出來 這個是當初的客人的構思 所以我們現在已經改正了 就是讓這個螺絲轉轉轉不會掉錯 那注意它不要那個卡到 隨時觀察市場脈動優化呈現 這是二代何久生的金銀心法 也是他過去在上市櫃公司 訓練出來的敏罪觀察力 為什麼我們會發展出這麼多其他 除了電腦周邊的辦公用 其實某種程度我們在增加我們的生產力 跟那個技術能力 然後我們希望走在最前端 這個新的設計 你們覺得如何跟現有的產品來比較的話 作風很美式的何久萱 其實真的喝過楊墨水 他是畢業於美國南加大電子電機碩士的高材生 但在十多年前竟然跌破眾人眼鏡 放棄現在最夯的半導體工程師 當起超級業務員 從小看我父親在做生意這一塊 我覺得老實說還蠻帥氣的 跟外國人講英文 又可以坐飛機飛來飛去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我毅然決然就說 我認為我還是要去做業務員 父親那一輩的輝煌紀錄 單單一個月的外匯產值就能一口氣賺進 七千五百萬元台幣 但這些對何久萱來說都不曾具有吸引力 是到網路世代崛起後 爸爸忍不住向他求救 其實一開始是不想回來 為什麼我認為我可以更光鮮亮麗 那為什麼回來是因為時代的變遷 尤其這十年當中 很多電腦周邊產品的變化其實很大 那我父親那一輩那時候就跟我說 這要先的東西 我們慢慢慢慢就是趕不上他們的速度 他希望回來接家裡的公司 最後何久萱帶著雄心壯志 接任公司總經理 卻為了進軍網路市場掀起家庭革命 當初我的想法其實不只是要邁進亞馬遜 我其實是想要併購一個在亞馬遜販售的品牌 直接併購擴大營業額 這個情況下我父親那一輩 全部都非常不支持 即使我們在開會的時候還吵架 然後還拍桌子 然後最後我還說了一句話 就是說如果你不做這件事情 我就不幹 然後當下我三天沒有來公司 還好最後有母親來當何氏佬 爸爸終究拗不過兒子 最終也正式轉型跨足電商市場 從零經營到現在成功開拓出 每個月六百萬元的業績 證明了這條路走得正確 上一輩的做生意方法很難相信說這個網路行銷會成功 我們認為是所有的消費者一定要看到產品 摸到產品 才會掏出口袋的錢去買 我兒子他對市場上的敏銳性也比我們這個 少接觸市場的人更高 那當然希望他能傳承公司的那個當初的精神 就是開發新的產品 開發新的那個設計 或許對何久生來說 他的人生規劃總是趕不上變化 但藏在血液裡的DNA 再再證明了他過去的經歷 都是為了接班這一刻 如今兩代聯手成功創造出 台灣的辦公用品王國 水龍頭一打開就有水流出來 靠的就是泵浦這個隱形幫手 休息一下馬上回來